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9月6日,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护身指数是一个缩量调整的表现 虽然10点左右,房地产带动市场有一个反弹 但这个反弹也并没有能够让上证指数回到3150点上方 而对于上午地产板块的反弹,我们倾向于这是地产板块在关键位置的自救 因为如果房地产板块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破位的话,那会非常麻烦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说上证指数今天收复3155点的可能性正在一点点下降 一旦上证指数今天不能收复3155点的话,那后面上证指数向下去回补缺口的概率就很大了 至于操作方面,喜欢做短打的,则可以重新把重点放回到那些带有近期题材的古本小的近端次新股上 同时,短线尽量回避大盘股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再见,谢谢 短线尽量回了